为爱而战,誓言之简 第一章,命运的交错 在繁华的都市中,刘海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性格内向,平日里过着平淡的生活 他的心中藏着一个秘密,他爱着自己的青梅竹马,陈雪 陈雪是一名出色的律师,聪明,独立,却因为过去的一段感情而对爱情新生畏惧 刘海暗恋着陈雪已经多年,但从未勇敢表白 他常常默默的守护着他,无论他的每一次失落,每一次欢笑,他都会在他身边 陈雪的生活似乎总是被繁忙的工作与不幸的感情包围着 刘海却始终不离不弃,对他的爱意深埋在心中 某天,陈雪接到一个案件,涉及一个强大的犯罪组织 刘海察觉到陈雪似乎受到威胁,于是决定暗中保护他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将改变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第二章,真相的揭露 案件的进展十分不顺,陈雪的同事接连遭到威胁,甚至有人在法庭上公然侮辱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海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决定向陈雪表白 陈雪,我一直都在你身边,我想保护你 刘海鼓起勇气,终于向他吐露心声 陈雪愣住了,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他犹豫不决 刘海,你知道我的过去,我不想再陷入感情的漩涡 刘海却坚定地说,不管你的过去如何,我都愿意与你共度未来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会在你身边 然而,这时候,刘海的表白却被陈雪的同事打断 刘海,你在做什么? 这可不是时候 他们都担心陈雪的安全 第三章,危险的边缘 就在刘海决定加强对陈雪的保护时,陈雪却因为案件而受到敌人的威胁 一天夜里,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威胁如果不撤回案件,就会对他和他爱的人下手 刘海察觉到异样,便悄悄调查起来 最终,他发现这个犯罪组织的首领竟然是陈雪的前男友,名叫张强,曾经对陈雪百般追求,却因为陈雪的拒绝而心怀不满,暗中对他进行报复 第四章,誓言的承诺 面对威胁,刘海感到无比愤怒,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陈雪 他开始对张强的行踪进行调查,并策划如何救出陈雪 某天,刘海与他的好友赵明见面,向他倾诉自己的烦恼 我怕你见到女主控制不住自己,我怕你听到别人侮辱女主,你去打人 我更怕你瞒不住你是女主丈夫的秘密 赵明看着愣在原地的刘海,怒道 你说,我说着这几件事,那个你能控制自己的,你说,你会不会劫狱?会 刘海毫不犹豫地回答,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为了救出自己的妻子,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你听到别人侮辱女主,会不会动手?赵明继续询问 会 刘海咬牙切齿道,我保证打死他 被别人问,谁是女主的老公,会怎么说?赵明继续挑战他 我就是他的老公,在诸神之名立下永恒的誓约 刘海指天为事,坚定不移的保证 第五章,突袭行动 确定心意后,刘海决定启动他的计划 某天夜里,他潜入张强的据点,试图解救陈雪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张强对陈雪的威胁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还暗藏着更深层的阴谋 刘海与张强发生激烈的冲突,双方斗智斗勇 刘海在一次次险境中拼尽全力,最终将张强击败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刘海质问,声音中充满怒火 因为他拒绝了我,我要让他后悔 张强的眼中闪烁着不甘 刘海冷笑,说道,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真正的爱是保护,而不是伤害 第六章,真相大白 在一番激战后,刘海终于救出了陈雪 看着他无恙,刘海心中的担忧终于放下 刘海,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陈雪惊讶地问,眼中流露着感动 我来救你,因为你是我的一切 刘海轻声说道 随着事件的真相大白,张强被警方逮捕 陈雪也终于得以释放 刘海的勇气与坚持让陈雪重新认识了他 他终于明白,刘海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值得信任的人 第七章,重建的爱情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陈雪对刘海的感情越发坚定 两人在这场风波中互相依偎,感受到彼此的支持与力量 刘海不再只是陈雪的青梅竹马,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 谢谢你,刘海 陈雪感激地说道,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保护你 刘海微笑着回答,心中满是温暖 第八章,誓言的延续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刘海和陈雪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刘海心中对陈雪的爱意不断升华 他决定在一个浪漫的夜晚向他求婚 在烛光下,刘海单膝跪地,手中捧着一枚精美的戒指 他看着陈雪的眼睛,深情地说 陈雪,愿意嫁给我吗? 我会用我的一生来保护你,让你幸福 陈雪的眼中闪烁着泪光,点头答应 我愿意 两人的誓言在星空下回响,彼此的心灵紧紧相依 刘海的勇敢与坚持最终获得了回报 他们的爱情在这片夜空中璀璨夺目